運用AI生成軟體只要下達文字指令 就能自動做出動畫般的廣告影片 AI科技為文字、影片、音樂等各種創作 帶來無限可能 卻也衍生更複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與正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 邀請專家學者從訊息接收、權益維護 影音創新等各個面向 探討AI世代面臨的改變與挑戰 其實兩天都聚焦在AI世代 也就是包含上班族 還有包含在學學生 現在都會用人工智慧AI 或者是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 在他們的作息 甚至工作或者是作業當中 甚至創作當中 因此我們在第一天特別有邀請到 法律方面的專家來談到這裡面的 著作權的歸屬權益 那麼在第一天上我們也邀請到目前在做 不管是元宇宙或是AI實驗室 還有在一些的數位媒體有融合一些AI人工大數據的一些專家來分享他們目前的一些實踐的經驗來做一些的探討 那麼這一次我們也有四場的論文發表還有兩場的這個作品的發表 那主要都環繞在AI跟人權的議題 黃威威教授表示 研究也顯示AI世代使用社群媒體相較於觀看電視更容易對樂聽人美感素養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說這個AI世代也就是網路世代在學生當他大量在以眾一些的短影音社群平台成為入口網站 比如說像是FacebookMeta還有或者是Instagram的話 事實上他們在整個的美感體驗對於生活對於自我的覺察 還有人際關係的這個難力是比較薄弱的 但是我們過去以為收看電視會變笨 但是我們發現說因為現在電視比較沒有被大數據來操控 所以事實上我們發現看電視的一些在學學生 現在當然人可能比較減少 看電視的在學學生反而比用社群平台的在學學生的美感素養來得好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發現在大數據去影響到樂聽人自主權控制的時候 其實看電視反而變聰明了 這是我們一個很有趣的研究發現 那再來就是入口網站 如果他的入口網站是學校的網頁或是綜合性網站 讓他先進到這個比較寬闊的一個選擇空間的話 那這些人他的美感素養是比較好 可是如果他直接是先用Instagram或是用抖音當成入口網站的話 因為有大數據不斷地推破出來 他會逐漸喪失他自己選擇能力的那個空間 也因此他反而會變本 5月4號的研討會則是聚焦在AI世代對於性別平等的影響 探討新聞媒體以及AI大數據 身為與兒少保護等相關議題 AI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發現目前在整個deepfake身為的這一塊 還有大數據的一些推破註來下面 其實兒少當他在使用社群平台不經意的打卡 整天把他當日記去呈現他的生活作息 和他個人就讀的學校或者是一些聯絡方式 其實透過AI大數據可以整個輪拼出來他的一個 接近他本人的一個樣子 甚至也可能會被誤解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在使用社群平台或使用現在被AI控制的 這些跨國科技的平台的時候 大家需要去三思而後行 為期兩天的數位創世紀 學術實務研討會暨媒體天空論壇 因應快速變遷的AI世代 專家學者從各領域分享自身的研究與觀察 也激盪出更多的不同想法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